女人刚从怪物口中逃脱 却没想到碰到了更恐怖的事情 她在呼叫救援的时候 竟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 此时的太空中 劳拉突然接收到一段求救信号 信号显示一艘探刻机在附近的无人星坠毁 于是便驾驶飞船降落到下面的星球 奇怪的是此时行星表面的大气非常平稳 并没有雷爆陨石 扫描仪也没有发现任何飞行物种 那是什么原因让一艘飞船莫名坠毁的呢 带着这个疑问 劳拉降落到了残骸附近 从外表看飞船前部受到了撞击 四处都是残骸碎片 驾驶员和记录仪不知所踪 根据现场分析 应该是进入了附近的山洞中 出于安全考虑 劳拉还是带上了重型武器 可此时的她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颗无人星上有着全宇宙最诡异的生物 时空虫 一种可以操纵时空的神奇物种 而在它进入山洞之后 一股神秘的立场就封锁了洞口 山洞内虽然漆黑一片 却并没有碰到什么致命的威胁 经过了蜿蜒的隧道后 劳拉顺利找到了记录仪 只是驾驶员却不知所踪 她赶忙打开了录像 录像到这戛然而止 很明显驾驶员已经遭遇了不测 想到山洞中的怪物 劳拉不禁心中发毛 第一时间就决定撤离 可没想到洞中地形复杂 她不但没走出去 反而进入了山洞深处 可紧接着劳拉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惊 这竟然有架尘封已久的飞船 而根据飞船的外形和编号分析 这竟是自己的飞船 就连散落在地上的玩具 都和自己的一模一样 突然身后传来了不寻常的动静 劳拉一回头就见到了 那个可怕的怪物 怪物竟然出乎意料地弱 几枪就被放倒 然而下一刻 灯后的嘶吼越来越近 劳拉亡命地逃跑 终于成功地逃回了飞船 可就在她启动飞船的时候 眼前的探测机竟然离奇地消失了 而那只怪物猛扑过来 劳拉不顾一切地启动了飞船 她只想快点离开这个诡异的星球 突然一下探测机出现在前方 飞船躲避不及直接撞了上去 劳拉幸运地活了下来 可不幸的是飞船的通讯器已经被破坏 突然她想到山洞中还有个完好的扫描仪 只要联系上附近的飞船 就还有一线生机 山洞中的信号非常微弱 但总算是成功接通 如果有人能听到这个 我的船就掉下了一架 我在一个洞 突然她发觉现在的情景莫名的熟悉 在看画面中那人 竟然就是自己 不是我回答 如果你不進去 就做好了 一定沒有 savoir看